我是人民日报人民网记者 那据了解呢 日前有一种中医药纸和糖浆在美国走红 可以看出了 越来越多的外国有人开始青睐中医药 那在您看来 中医药走出去的前景如何 谢谢 我也注意到了这样的一只消息 最近美国的流感很盛行 那么 网上说 喝了这个糖浆 是中国产的 效果很好 它在止咳 平产方面 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其实 中医药走出去 不仅仅是这一个糖浆 其实还有很多 很好的产品 应该走向国际 我们高兴地看到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以来 很多沿线的国家 都对中国的中医药 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这个中医药已经现在在 全球是183个国家和地区 得到运用 有86个国家 政府和中国签订了有关中医药方面的合作的协议 中国在国外建了17个中医药的中心 我们制定了一批国际的中医药的标准 建立了一批中医药走出去的合作的基地 在这些方面应该说 在促进中医药走出去 在中医药的服务贸易方面应该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我想取得这个成绩和取得这样一个现象 充分表明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的战略 对各个国家的吸引力 另外就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以及人民群众在健康医疗方面遇到的一些难题 他发现中医药在这方面具有很好的疗效 所以无论从官方也好 民间也好 积极地推进和中国的合作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 尽管国际上对我们中医药非常地欢迎认同 但是中医药要真正地走出去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为首先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使得中医能够被更多的国家所认同 还有难度 因为毕竟中医的理论体系和西方的医学体系 它有差异有不同 要把中华文化中医药的理论 能够被各个国家所接受 也需要有一个过程 另外一个 现在在国际上 对中医药的这样的一个准入 包括人员的准入 包括中药的准入 这方面应该还有很多的障碍 我想呢 只要对人类的健康有利的事情 特别是中医药 它所具有的 既可以治病 但是更重视防病 预防为主 养生保健 努力地让人们不得病 少得病 晚一点得病 得了病 能够用中医的方法来治疗 特别是运用那些 非药物疗法来治病 一方面减少损伤 另外一方面 节省费用 我想这个是 大家都说非常关注的 我想最后 应该说 真正让中国的中医 要走向世界 能够更好地造福于 人类的健康 我们首先 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要把中国的中医 好好的弘扬好 发展好 总结更多的 普惠人民情统健康的 这样的一些技术 方法 理论 药物 我想这是我们的任务